奋进新征程 核心掌舵领航 创造新伪业 将士步履铿锵 选举结果公布后 全军官兵欢欣鼓舞 倍感振奋 练兵备债热情持续高涨 大家坚定表示 要更加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定信心 同心同德 扣劳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为推进强国强军事业 汇聚强大力量 年日来 全军官兵认真收听 收看两会盛况并展开学习讨论 官兵们一致认为 习近平主席全票当选是 党心所向 军心所归 民心所判 强军新军的征程越是壮阔 目标越是远大 越需要核心的掌舵定向 越需要真理的指引领航 我们坚决忠诚核心 拥戴核心 维护核心 把习主席嘱托 融入到工作训练末端 落实到提高战斗力生成的实际行动中 始至空天 苦练经飞 在新之城上奋力冲锋 飞出圣战新航迹 我们欢欣鼓舞 坚决拥护 我们一定把对习主席的忠诚拥戴 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 人民军队忠于党 担心涌向领航人 官兵们认为 推进强军事业 必须毫不动摇 坚持地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确保人民军队永远跟党走 做到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都坚决听从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习主席是新时代国家的掌舵者 人民的领路人 我们全体官民将始终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坚决听从习主席号令指挥 始终以高昂的精气神 保持建在悬上的紧迫感 确保习主席一舍令下 随时能拉得出 冲得上 打得赢 坚定不宜 听党话 跟党走 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为如期实现 解决一百年奉斗目标 而不懈奉斗 铁血豪情 激扬沙场 从北国边疆到南海岛礁 从东海之兵到雪域高原 广大官兵把对习主席的忠诚拥戴 转化为始至打赢的练兵动力 大家表示 要聚焦战斗力 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确保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一声令下 能够决战决胜 不如使命 我们将整个代弹抓紧练兵 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 雷厉风行抓训练 守护好祖国的北疆 忠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对于我们继承官兵来说 就是要抓好练兵备战工作 坚持党队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以更高标准 更严要求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作为一名身处海外的维和战士 我将牢记统帅嘱托 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 更加一流的工作标准 忠实履行维和使命 为维护世界和平 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贡献更多地方